我老爸买的这个网顾小车 今天终于派上拥土了 在家已经放了几年不用了 现在又到了苏稻谷的季节了 大家可以看到 金焕灿的一大片 非常浓民一段忙的时候了 今天是一个丰富的年车 看到这些谷的颗粒非常饱满 不过有些迟一点 有些早一点 这个的话还要过几年才能收割 全部黄山散的一大便 让人非常喜欢 我家这个小推车也终于派上用头了 很多人都说 为什么不买大一点的车 这个车不实用 那么今天已经大一点了 这个车小路非常方便 而且载重也非常多 很多人说几百斤 这个可以拉一千来斤的 现在看一下我老爸是怎么启动的 这个比较安全 看看啊 这么堵的地方一样的能爬上去了 不是我们这边穷啊 不修这个道路 其实是我们这个是在山地啊 这个没办法 这个修不通啊 这个车也分为局长的啊 有很多人问都说 我老爸为什么倒着走 倒着走安全 为老人家买这种车 就是要倒着走 倒着走才安全的 再来给你们看一下最刺激的一段路吧 非常多 四十五度坡 它这个坡这个车子完全全很轻松的啊 莫车这个负载的话 大概在三百来点吧 那么你们看一下我们房子挨得这么近 怎么可以能修这个大路的 对吧 拉了五袋 这应该四百斤 四五百斤了 打了多少 你今天说了几单 泡泡蛋 泡泡蛋 那么大家看一下 乡下正后个人都是这些上了年级的老人 你说 都挑不动的 来 看一下 它这个 大大的牙宝 看到没有 我们这边的路就是有这么多 这个车子一样的拿着上去 你看这些路这么窄 如果没有这种车的话 你说一摩托这里这个车使用吗 肯定是没有的 对吧 这边是一个油门 关就可以了 很多网友都问我这个车花了多少钱啊 这个车其实我们也没有花多少钱 也就花了三千来块钱啊 这个车非常实用 而且它是烧什么的 是烧汽油的 这个车的车堵笼机可以装两升的啊 而且它带的是175的柴油机 我们这个是汽油版的啊 它这个刹车 它的马力的话是非常充足的 这种车的话 最实用的是在我们像这种三寸啊 如果在便宜地区的话都没必要了 但是我们三区就需要这种这辆车 因为这个车啊 贴地有3D设计的 它的轮廓都是加过后的钢板这些 全部加后版的 那个所以说在我们这边是最好的 你看每家每户都有 像这种洋窗小的 大家说车冷上去啊 摩托车都冷不能上去 所以说只能靠这种车了 皆摩托车都要